其實今天這段影片是有點特別的 因為我想結束一點 還有突然想和你們以一個聊天的形式 去聊一下我心裡在想的一些很特別的分享 很多人都會覺得現在的工作很厭倦 好像星期一症候群 工作很厭倦 所以你會逢星期五很開心 但一到星期日 一想到明天要上班 你就會很傷心 其實同事之間有些人際關係 或者辦公室的政治問題 你可能會比較討厭老闆或同事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我很討厭現在的生活 我不可以再這樣生活下去了 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之前我記得我看過一段 一些調查 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那時候他說 全世界有85%的員工 都承認自己討厭自己的工作 其實這個數字很誇張 其實我自己在銀行工作的時候 都跟那八成半的人一樣 很討厭自己當時的工作 我真的可以用討厭來形容 也都試過討厭自己的老闆 某些同事也都試過討厭 那當時我就自己跟自己說 那這些人都可以升職 加工 但為什麼自己付出很多 但升職那個又不是我呢 那時候自己覺得自己 明明付出了很多 總之經常都會想自己付出很多 很努力 每年銀行就會選擇幾個人去升職 但為什麼等那麼久都不是我呢 通常升職的人可能都是有能力的 不過大部分都應該靠關係 即是懂得政治授揽 就上位了 那 甚至那時候其實都試過 跟老闆談 即是投訴 自己花紅 升職這些問題 久而久之 開始不太喜歡他們 我記得那時候 公司樓下 商場來的 那看到他 譬如老闆 自己老闆 遠處走過 那 自己都特地兜路 不是很想撞到他 那 那 又經常覺得我 那些老闆 想事很奇怪 或者 都不 不懂管人的 那 他做到今時今日 那些 這樣的地位 可能都是時勢做英雄 就是做出身 比我們這一代 年輕一點的 香港人來說 他有優勢而已 以前 其實我真的 跟很多人 絕大部份的人 想的事情 都不太認同 總之 不太認同 上司做的事情 口裡不敢說 但是心裡 就不停地批評 那種 總之 所以在長年累月 積壓之下 我自己也有 這個星期一症候群 哈哈 其實我從去年五月底開始 出第一條的YouTube影片 到現在已經出了 說的是 100條 接近100條 我可以說整個過程 一點都不容易 我很多次 有想過放棄 其實 壓力 或者 什麼原因 總之 有想過放棄 那我自己 又不是天才 其實我不是比其他人 懂得多 我只不過是肯去學 那所以其實 每一段影片 在我製作的過程裡面 我都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很多 在金融上 或者每一個產業上面 其實我遇到很多問題 那因為又要自己 確定這些資料的準確性 那很多時候 我都要去 就是再三 去翻查一些資料 那 就是做Fat Check 因為很多時候 自己都不懂的東西 我就又要 立即去網上去學 那 很多人以為 這座銀行 不是已經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 銀行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產品部門 那 就算以前我在銀行做事 也不代表我什麼都懂 就是我做過的部門 我就懂了 那些東西 那我不懂的東西 其實那個範圍 是很大很廣的 那為了趕上去我自己 在YouTube設定那個 就是影片的進度 那 是啊 我自己有個進度 就是 有個進度表 我自己想在 特定的時間裡面 就是 出到幾個影片 那樣的 那樣的 所以都挺認真的 那 所以其實 每天 我就不斷地在吸收大量的新知識 都算不自覺地 自己其實是 每天都在逼自己去學 去做 那 你可能 不會相信的 但是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做YouTube 這十個月學到的東西 可以比得上我在銀行 做那百年多 學到的東西 那些份量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真的認真 因為 其實 為什麼突然間這麼感觸 其實是 早兩星期 其實我在一個下午 我在家附近 那個海邊那裡走 很老套 當時就看著那個海 人很平靜 那 突然想起 我以前 和我一起工作的那幾個老闆 那我突然好像醒覺 那一刻 我好像發現 我不單止 沒有再厭惡他們 甚至是有一點點欣賞 就是佩服 就是覺得他們厲害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是以前從來沒有 就是沒有試過 看著那個海 我才突然間醒覺 以前自己 其實是 做錯了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就是 想不到我要去到韓國 年多之後才領悟到的 一個感受 就是我自己也想不到 其實我以前在銀行 沒有升職 沒有加工 沒有上位 其實 答案是因為以前我沒有專注到 就是我意識到 突然之間 因為其實那天 我是 為了Youtube某些東西 我查了很久 終於解決了 用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那一刻我發現到 其實我以前是真的因為沒有專注 我沒有百分百地投入 在我以前銀行的工作 那裡 不像現在Youtube那樣 我以前沒有一個 徹底要去學的心 我要強調是徹底 那我當然是有學的 但是 比起Youtube那時候 我有時候 真的做Youtube 我花了幾個小時 或者甚至一兩天 去明白 一個 就是 金融上的一個 技術 其實我沒有選擇做Youtube 因為 我明天要出片 或者今晚要出片 那 我唯有只是 硬著頭皮去學去明白 那我試過真的 我真的 因為一個理論 我真的 找了兩天 其實 我真的沒有放棄 因為我沒有選擇 我不可以放棄 所以坐在電腦上面 不是坐在電腦上面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看超過十幾篇 這些文章 再加上十幾篇的報告 才找到答案 其實那時候的目的就是 想要清楚了解 我要知道的 即金融上面 這個難題 對我來說 那我 為什麼我說沒有選擇呢 因為其實我在說 我的觀眾 是以數萬計的 那我又不可以 不負責任 發佈一些 即錯誤的訊息給其他人 因為我在影響 其他人接收的 資訊的質素 那我要很徹底 很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那隨著做這個 Youtube 我發現其實 世界上 真的沒有什麼 是學不到的 如果你是有心去學 學不學得懂 其實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 那我想起 其實我以前的老闆都一樣 沒有背後 因為全部 留校的人都是看他們休息 那他們 都是要學的 或者是要 最短的時間去學 因為沒有人幫到他的 我記得當時 有很多次 其實 我看到我老闆 其實 他 看著一些 即金融上面 一些 transaction上面的圖表 幾分鐘 他就知道自己下一步 要做些什麼了 而當時 我呢 有時看著一些表 看著一些招股書 幾個小時 最後 只是給藉口自己 遲些才去做 遲些才去明白 這件事 今天處理好我 現在手上 桌上的東西 就算了 那當然 第二天 我又有其他東西忙 我又是 沒有去看看 我不懂的東西 那 我以前的 老闆 不要理他們是自願 或者非自願 其實他們每天 都是用一個最快的速度去學 那 回想起 其實 我在銀行工作 最後那一年 其實那一年 我覺得自己很虛弱 很累 那 變得 其實不太相信自己 當初是這個職業上的理想 已經 甚至都變得 對 對客 或者對某些同事 或者上司 有很多負面 很不滿意的感覺 那 對比起現在做Youtube的動力 其實是很不同 那 說回那天 我對著海 其實我第一次是 承認 承認自己以前在銀行工作的 做得不足的地方 因為以往的我 我就是覺得 我已經付出很多了 以前在銀行工作的時候 其實 一想起 不是 其實我很多事情 是做得不足 對比起我現在做Youtube 那一刻 其實我是有重新 愛上我的老闆 哈哈 是啊 是啊 其實可能他的成功 不是單單因為 他肯學的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他們都是幸運的 始終 上一代 經濟結構和現在家都不同 那我明白 當然有些人是幸運的 當然有些人是幸運出身的 但無可否認 如果你細心這樣看 其實同一時間 這一堆人 就算他們跟你爸媽一樣年紀 或者跟你爺爺媽媽一樣年紀的人 都有一些是成功 有些人是失敗的 有些人是一生都沒有成就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重點是 是 你也要靠幸運 但如果他們沒有條件去付出 或者去學 要以一個沒有backup的方式去每天去努力去學 他們是不會成功的 而當時我都繼續在反思 所以我發覺 所謂動力和工作上的價值 其實是直接影響到 會令你會不會全心全意去學習 這個動力和價值是一個原因 事實上Youtube是令我重拾很多以前 而自己一直相信的價值觀 這個平台也給了我一個機會 去分享一些我認為正確的價值給很多人 而當我想到這個好的知識 如果分享到給別人 又幫到數以萬計的人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動力 就是能幫到別人自己又很開心 又有一種開心的快感 其實這就是令我可以說 每天 吹菊自己去學習的動力 最大的動力 所以我希望 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或者你 有機會看到我這段片段的人 不要再投訴自己的身世了 如果現在的生活 是沒有令到你產生一個 學習的動力 你即是說 你應該是要改變現在的生活 我不管你是要轉工也好 或者轉變你在工作上的心態也好 你要做的其實是令自己 重拾對生活上的熱情 令到你是可以改變你的行為 改變到令你有一個每天都去學習的動力 這樣你才不會故步自封 不會去自大驕傲 好像我以前那樣 覺得別人是錯 自己才是對 這樣才可以停止所謂的賣怨和比較 今天這個片段對我來說 真的好像當你們朋友一樣 是一個聊天 是我想分享給你們聽 我一個非常重大的意義 對我來說 原來做YouTube這十個月以來 我自己學到的最重要的一個 一件事 就是 重新愛上我老闆 去認清自己原來是 以前我做錯了 在我全心全意付出之前 我不應該去埋怨和比較 好了 留言告訴我 你有沒有這個 星期一的工作厭惡症候群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個讚 留言 分享 還有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